所謂無心插柳柳成因 有時候兩件完全不相關的事情發生在同個時間地點 卻因為某個因素把這兩個事情連在一起 如果你正在追著影劇竟然捕捉到了重要關鍵 你會有什麼想法呢? 今天就要帶你來看不小心被拍攝入境的凶案重要線索 真實按鍵 在我們開始以前 如果你喜歡真實按鍵的影片方式呈現 可以訂閱頻道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過新影片喔 HBO電視台有一個非常受歡迎的電視節目叫《人生如戲》 主要是知名製作人賴瑞大衛的個人生平打造了成的影劇 是一部幽默喜劇 他自己就是演本人 也邀請了許多名人在片中飾演本人 製作人在現實生活中時常因為自己的神經大條 讓自己常常處在尷尬的情境下 所以在影劇裡面 他也跟現實生活一樣常常做錯選擇 遇到越來越誇張的事情 這樣誇大多元化的劇情讓觀眾都覺得很好笑 但是在《人生如戲》裡面 唯一有一集只要看過的人 都永遠不會忘記劇情跟整個畫面 但不是因為最好笑 而是因為這集影劇裡面的畫面 竟然成為了Mode and the Poor案關鍵 這集叫《共乘車道》的Carpel Lane的影集主要是在說 賴瑞要去看一場棒球比賽 但路途中大塞車 所以他就想到一個辦法 就是去載一個妓女上車 這樣車上就有兩個人就能直接開上沒有什麼車的共乘車道 他就能及時趕得到比賽 所以他就載了這名女性跟他解釋他請她的原因 然而就順利的到達球場 他還帶著這位女子一起進去看了比賽 進去之後他找到他的位置 但是那個位置方位很不好 賴瑞有點不太高興 因為視野很差 但剛好這時候他看到他朋友坐在前座 而且他的座位非常好 之後整集就可以看到賴瑞不斷在說服他朋友 把位置讓給他跟剛剛帶進來的妓女 不過他朋友不斷的拒絕 然後劇情就圍繞在兩人越來越誇張的互動跟突發狀況 聽起來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美國搞笑影集 直到現實生活中一名叫陶德的律師在2003年打聽到關於影集的內容 他馬上就打電話給HBO電視公司 跟他們說想要看這集未撿的毛片 接電話的是一位在HBO工作的製作人題目 他第一時間馬上就說不行 因為這集還沒有上映 他就跟律師說你至少要等到兩個月播放後才能讓他看未撿的毛片 但是製作人發現這名律師非常堅定沒有要妥協的意思 而且非常堅持一定要馬上就看到 所以他最後就只好去找賴瑞本人 問他介不介意這名律師看還未上映的影集毛片 沒想到賴瑞沒想太多就答應了 於是隔天律師就到了HBO公司被帶到一個小房間內 全部的人都坐下來開始播放這集的未撿毛片 他們一起看了這個長達好幾個小時的毛片 但律師越看越煩躁心情越來越不好 很明顯看得出來他似乎要找什麼卻找不到的樣子 終於在製作人播放最後一卷毛片的時候 律師無奈的看著賴瑞走上又走下觀眾席的樓梯 起身又坐下到自己的座位好幾次 突然間律師挺身 好像看到他要找的畫面然後指著螢幕說 就是這裡 這名律師會這麼激動是因為他正在調查一起凶案 這個凶案剛好就發生在2003年5月12號 一名叫瑪莎的16歲青少女站在自己家外被一群幫派遮 因為當時有謠言傳說瑪莎告密幫派裡面一個成員的秘密 所以她才被包覆 而警察早就在通緝一位叫胡安的男子 胡安的哥哥瑪莉歐則是因為另外一個案件被起訴 在瑪莎出事了兩個禮拜前 瑪莎出庭到瑪莉歐的法庭上作證 而胡安就在觀眾席聽瑪莎的作證 於是檢察官相信這就是胡安暗殺瑪莎的動機 加上又有目擊者協助警方描繪兇手的長相 就跟胡安長得一模一樣 胡安被逮捕之後如果被判有罪可能就會面臨死刑 但胡安堅定的說自己不是兇手 說自己有不在場證明 瑪莎出事的那個晚上她就在棒球場裡面 而且當時那裡有劇組人員正在拍攝人生如戲的影劇 但是除了她的律師之外沒有人相信她 她的律師陶德得到這個消息後就馬上打電話給HBO 看了那些毛片 而且在看了好幾個小時之後 本來就快要放棄希望 看到最後一捲錄像的時候 她就看到她的委託客戶胡安 牽著女兒在下樓梯找他們的座位坐下去 沒想到胡安從頭到尾說的都是實話 她不是瑪莎的兇手 而證實這一點的竟然是一部美國喜劇影集 胡安最後被無罪釋出 最後政府以美金32萬和解 情方最後也找到瑪莎的四個兇手 四個都被判武器徒刑 一直說 這次在談的到處 父親 中國 吉人 娱侧 那 又 真 ノ